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今天是邀請NCC主委 陳耀祥就禁電室的深射案 進行專題報告 還有備詢 但是在野黨立委是連番炮轟 現場火藥味十足 除了要求禁電室撤照 也大喊要陳耀祥下臺 陳耀祥是呼籲各界給NCC 單純的空間審查 一定依法定程序來處理 國民黨團再次假動抗議 要求NCC主委陳耀祥下臺 立院交委會十九號邀請陳耀祥 就禁電室深射案 進行專題報告及備詢 國民黨團質疑 民調顯示高達七成二的民眾 認為陳耀祥應該下臺 而且他被檢方列為被告 更是應該下臺 因此提案散會 大臺 下臺 下臺 陳耀祥趕快下臺 你假如下臺 吃著我們就讓你回去吧 結果你們排了主人排了專案報告 叫NCC主委來 結果主人在這邊休禮客人 這個算什麼 面對國民黨團的出招 民進黨團則進行護航 實力立委陳教華等人 則是提案退回NCC密件調查報告 要求積極調查 只片面接受靜電視的說明 或者是大股東的 不回復的 這樣子的說明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行政調查報告 應該要退回 至於說 那我們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專題報告 是一樣 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 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的調查 除了調查這個 靜電視公司本身以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 請各機關 本於職權來協助調查 經過國民黨立委 交委會主席陳雪生協調 陳耀祥得以上臺報告 並且同意就報告內容 再進行補強 不過陳教華堅持就退回報告一試 進行表決 表決卻未通過 反對者請舉手 八位嘛 八位 好 這個案沒有通過 期間葡萄牙議員的訪問團 還到交委會觀摩 一時間 竟把奴章的氣氛 暫時緩和下來 而委員會表決後 通過上會動議 陳耀祥19號 為上臺接受備詢 記得陳亞新 張友嘉 台北報導